迎接局势文明的五四运动 一百周年由美国孔孟学会主办的 2019年春季研讨会 将和南加州的民众重温百年前的创举 一起学习五四精神 谢谢主播 记者所在的是洛杉矶的华侨文教中心 这次美国孔孟学院主办的春季研讨会的记者会 讨论的主题将会是五四运动 继续回顾百年前的五四运动 来纪念那些一百多年前 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 年轻学子们的满腔热情 另一个方面也借由这样的活动 来激励赞美的华人 学习百年前年轻学子的爱国精神 中国文化是一个幼稚的文化 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 我到那天的时候 我会简单地分十点 来告诉这个价值的文化 希望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们 我们要继承这种幼良的文化 我们不管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对我们来讲 是绝对是一个好的文化 回顾百年五四 分享中华价值文化 2019春季研讨会 将会在本周日 也就是4月28日上午10点 在洛杉矶的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把握机会 以上是我东西新闻 杨平俊在洛杉矶的餐饮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